福建道河大社很漂亮 它是一個很漂亮的地方 然後不論什麼季節的時候去其實都蠻美的 而且裡面最有名的就是那個嘛 它的千本鳥居 嗯對對對 它很壯觀耶 福建道河大社它出去它其實兩邊有一個一個的坦飯嘛 就是把它叫 雅台 宇治的話其實那邊就是有幾個還蠻大的一個點 就是它有平能院嘛 它有一個最老的神聖 我們蠻多人都有推薦 中村藤積粉店 皆さんこんにちは我是川崎太太 我是Nanako 我們又到了我們聊聊日本新鮮事的時間 最近大家都在出去玩 因為要賞風了 沒錯 今天我們來講第三個我們覺得京都很值得推薦的 賞風景點 那就是東福寺加上福建道河大社 欸其實我好像沒有什麼印象耶 這寺廟有名嗎 好我要先說一下 你說的是東福寺對不對 嗯我覺得對 好像沒什麼有名的 我也覺得東福寺如果不是在中村的話 它就是一個很普通的寺 因為京都就是很有歷史啊 然後它的那個就是它的古蹟啊 就是它的文化歷史已經是我們剛才太多 所以東福寺就顯得沒有很特別 可是啊它的秋天非常的漂亮 我其實是開滿了楓葉的時候 如果大家剛好就是到京都去玩 但是沒有太多的時間 這邊呢東福寺加上福建道河大社 我們推薦了兩種行程 一種叫做半天的行程 另外一個叫做整天的行程 為什麼叫做半天的行程呢 因為其實這兩個地點它都離京都車站非常的近 所以如果假設你到京都去 然後可能只是停留個半天 或者是說你在另外一個一天半 然後有個半天的時間要在京都 不覺得說要去很遠的地方 然後不知道去哪邊的話 想要看到漂亮的楓葉 那會很推薦就是東福寺加上福建道河大社 那這兩個行程呢 的半天的行程 就是我們先來看一下 先來回來我們這個畫的這個交通的地圖 想跟大家推薦一下 可以看到上面好像有蠻多條線的 那我們來先認識一下那條線 大家可以看到那個橘色那條線呢 就是地鐵的東西線 那這是針對住在那個四條 或者是住在齊原那一帶比較方便 再來就是綠色那一個地鐵烏丸線 它其實也是京都另外一條很有名的地鐵線 那還有一條黃色 大家有看到黃色這一條嗎 它其實就叫做金板電車 它是日本的私鐵 對金板電車金就是京都嘛 板就是大板 所以它其實基本上 最主要是京都通到大板電車 嗯 那再來看一下就是 是不是從京都車站這邊出發 有一條黑色的線 它叫做JR奈良線 那為什麼我們會畫這四條線呢 原因就是因為啊 大家可以看一下 如果你是住在京都車站的附近的話 那其實你要去這兩個地方 就可以不用考慮另外三條線 你就是坐JR線 它很方便 一站就到了東福寺 然後再坐一站 就可以到了福建道河大社 但是如果你住的地方呢 是在靠近那個很熱鬧的在河原町這一帶 那其實你的選擇就很多了 就看你要怎麼去走 因為其實大家可以看到上面寫的這個有幾個景點齁 就是除了東福寺跟福建道河大社 它的更上面一點點 靠近了那個金板線的七條這邊 又有一個京都國立國務館 所以如果你不想要看那麼多的廟的話 其實也可以去京都國立國務館 這邊有蠻多就是日本的那種國報的東西都會放在這邊 也蠻值得去看的 那如果你是住在這個河原町這一帶的話 你住在那個指援附近呢 那其實就直接從指援四條站這邊直接上車 坐坐坐坐坐 你坐到了這個所謂的條椅街道這邊 就可以到了東福寺 那一樣再往下坐一站 福建道河這一站就可以到了福建道河大社 就是針對半天的行程 好 那我們先來聊一下這個半天的行程 要怎麼逛呢 現在我們假設我們就從京都 我們這個京都車輛出發好了 我們坐了一站就到東福寺了 那東福寺的話其實它大概差不多停留了時間 半個小時到一個小時就蠻不夠了 可以在那邊看一下很漂亮的風業 雖然我之前自己在那個不是秋天的時候 就是去一下真的覺得就是很很普通 可是有一次剛好就是在秋天開風業的時候去 我真的覺得那邊看起來整個都不一樣 嗯 很漂亮很漂亮 就還蠻推薦的 那看了東福寺完了之後呢 我們只要再坐一站就可以到了福建道河大社 這個就非常非常有名的 是推薦大家都一定要去的 像上級時候講過了嘛 其實這個大社呢 它其實就是日本的神社系統裡面 它就是有點類似像是總公司的概念 它就是所有神社的總公司 因為其實日本啊 這個所謂的道河神社很多間 好像聽說有超過三萬多間 非常的多 那這個就是京都的福建道河大社呢 它就是那個就是本社 就是它的總社的意思 所以這個日本的京都福建道河大社 它非常非常的有名 老師知道這個福建道河大社它的生命是辦什麼嗎 福建道河 道河 狐狸嗎 是狐狸吧 其實我覺得蠻多人都會這樣想 對啊 道河不就狐狸嗎 不是的 他這個狐狸是這個神明的使者 對啦 其實那個 他們都說啊 就是為什麼我們會叫道河 因為道河其實在我們日本就是道子 那它其實就是給那個使者的打賞 對 然後其實這一些通常都是在求這個有豐盛的 因為是道子 所以有豐盛的這個叫做什麼 收成的 求錢財啊 求豐盛的道 收成的寺廟 所以通常這種呢 有狐狸當使者的都是叫做道河神社 是的 但他們的主神是什麼啊 我反而搞不清楚 我稍微說 這是他們日本的那個神明系統裡面啊 的一支 那個名字有點難唸 我試著唸唸看好了 他叫做 瑜伽之御魂大神 他其實在日本的神明系統裡面 的確他的聽書 據說他的那個神明的關節沒有到那麼的高 所以他會去聽我們百姓的這些 可能想要發財啦 想要讓我們的店鋪更發達啦 或是想要就是 比較現實的願望 沒錯 他會禮我們這樣子 嗯 所以其實他這個是裡面的主神 想問老師知不知道 為什麼他會 大家會覺得 狐狸是什麼 這個就是 瑜伽之御魂大神的施贈嗎 嗯 我曾經好像聽過說 因為狐狸的習性 狐狸好像在 某些季節才會下山 是春天才會下山嗎 對 所以那個 讓人家覺得好像是 春天收成的時候老的 嗯 是這樣子的原因嗎 嗯 就是 因為狐狸的在從古代的時候啊 就是古代的農民 他其實會在工程 他就想說 欸 狐狸啊 都是在春天的時候 然後就會 就會下山 然後發現狐狸都是在秋天的時候回去 他的說法很多種 就是其中一種 那 所以那時候的那個農民就會認為說 這個狐狸一定是神明派來的使者 他要來保護我們 然後來看照我們 嗯 所以就是 為什麼就是 反而狐狸 後來啊 感覺比這個主神 還讓大家更有印象 這樣 而且狐狸很可愛 對 他們那個 進去的時候都會有一個狐狸的石雕像 非常的可愛 是的 然後我覺得 我覺得我自己個人覺得福建道河大社很漂亮 它是一個很漂亮的地方 然後 不論什麼季節的時候去其實都蠻美的 而且裡面最有名的就是那個嘛 他的千本鳥居 嗯 對對對 很壯觀欸 那個你在坐公車的時候 這樣一路坐的時候 你就會看到 是啊 我有一次曾經試著想要就是 多走一下 發現實在太長了 你走不完 其實真的 他已經知道到整個山頭幾乎都是 他就是 去這個福建道河大社啊 祈願 然後呢 他的願望有實現的這些人 他回來 然後他就是 就是神社這邊 他就統一告訴大家說 你就不要亂捐獻有沒有 就是來蓋這個鳥居 所以就可以知道這個 這一間大社其實很靈欸 那你覺得鳥居是幹嘛用的 鳥居好像就是神明通過的地方 對 他其實就是大 你可以想像那個 你經過鳥居就進了神社的門 所以我們在日本 通常你進鳥居的時候 你就是要很尊敬的走左邊 要脫帽 哦 因為你就已經進到那個 他的境外 就是他們的境內 就是他們神明的家 先逛個院子再去主店那種感覺 還要走左邊囉 大家要記得喔 對 然後啊就是 欸 其實啊 就是大家知道那個 福建道河大社 他出去他其實兩邊有很多的 就是那個 一個一個的頭髮 就是本來叫 雅台 對 叫屋台 對沒錯 就是叫屋台 他其實是蠻固定的 幾乎啦 幾乎我自己去過幾次 我都有看到 然後那邊也有一些食物這樣子 對 你吃過什麼最有趣的 我其實覺得都還好 哈哈哈哈 它不是一個什麼經典吧 它就是一個感覺 一個感覺 但是我後來去啊 我發現有一個東西啊 蠻有趣的 就是 他們都會有那個蘋果啊 就是有點像糖菠蘆 對對對 那台灣不是都是番茄 或者是草莓嗎 蘋果 他們是蘋果一整顆 對 然後做成了糖菠蘆 然後我覺得那個 買給小孩子 小孩子都會超興奮的 因為比台灣巨大一百倍 然後他們就會覺得 哇很大的 有發現一件很有趣的 大家都知道那個就是 關西人 然後大部分都說大阪 他們講謝謝的時候 有用自己的方圓 他們講歐吉尼 對 但是我跟你說 我在大阪的時候 其實我沒有聽過 人家跟我講這句話 真的嗎 但是我在京都常聽到 而且都是在這種 Yatta 就是買東西的時候 他就跟我講 可能是大阪人去擺攤 因為大阪人是最愛賺錢的一個 人 就是在人裡面是最愛賺 你在日本人裡面的 他們去擺攤 所以真正的大阪人 在那邊其實不只樣 那那個大阪人想要賺錢 也跑去京都擺攤 之前之前老師有講過 對不對 你說好像有認識的人 就是在那個 東京的新宿那邊 對對對 這個要不要跟我們觀眾 大家來分享一下 之前我們在新宿 然後因為我常常去吃一家 Takoyaki章魚燒店 我非常喜歡吃章魚燒店 它是有店面的 然後其實你要在東京 找到好吃的Takoyaki 蠻少的 所以我也找了半天 找到那個店家 氛圍也不錯 然後也做的還蠻好吃 所以我就每天都去吃 那因為我每天去吃 我就去跟老闆聊天 然後老闆常常就會 煮一些很奇怪的東西 沒有看過 他說是從鄉下擠來的 今天有吃的 就是每天都不一樣這樣子 然後他就跟我聊天 他就說其實他 因為我那時候剛好是冬天 然後我就跟他說 我夏天會來的時候 我再來怎麼吃 我通常都是放假的時候去 然後他就跟我說我夏天可能不在 然後我才說為什麼夏天不在 他說因為夏天他們都是跑季點 他們就是 等於全省所有的熱鬧的季點 他們就去申請那個攤販 那我才知道其實他們很多攤販商 是這樣子的 我覺得他人生好 很熱 就是我每個夏天就是固定去巡迴那個攤販 我才知道有一群日本人是這樣的生物 還蠻有趣的 那道河大社其實會跟大家比較建議是 就是最好是白天的時候 然後他其實四點以後就蠻冷清的這樣子 然後我自己曾經有一次啊 就是可能是因為我時間沒有算好 就是在晚上的時候到了就是道河 就是到了福建道河大社 我自己覺得那邊如果晚上大家還是不要去 好了我會覺得蠻恐怖的 尤其那邊滿山的都是鳥居 感覺有一點怪怪的 確實啦 晚上去神社都是有一點陰森的感覺 那接下來的話這個 如果大家有更多的時間 我們不是要停留半天而已 想要再去更多一點的地方 想要就是一整天是那種很豐富的行程 其實還有一個地方很推薦大家 就是往南再走一點點去雨智 雨智就是抹茶 抹茶的故鄉 好那我們再回來看到我們這個交通的地圖 大家有看到了嗎 現在我們其實已經在 不論你是在東福寺站還是在道河站這邊啊 那其實你有兩種做法 就是你可以坐金板電車或者是坐JR的耐蘭線都可以到 那其實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做做做做 如果說是坐到那個就是雨智站就是在JR耐蘭線這邊出來的話 其實這邊一出來的話 幾乎就是雨智比較有名的那些景點都會在這附近 所以對大家來講如果你有差不多 可能就是早上差不多十一點多 從福建大和大山那邊離開 然後到了大概中午的時間可以到了這個雨智這一塊 其實有一個足足的半年完的話 其實這邊的時間也蠻夠 然後因為你不太需要花太多時間去不同的景點之間 其實用走路就可以到了這樣 欸雨智你有去過嗎 嗯雨智玩什麼呀 呃雨智的話其實那邊就是有幾個比較蠻大的一個點 就是它有平能院吧 然後再來其實它還有一個最老的神社 叫做雨智上神社也在那裡 然後這邊跟大家推薦一下 這邊我這個我自己沒有吃 可是我看到蠻多人都有推薦的 就是中春藤雞粉店 它就是抹茶的食物非常好吃 它的甜點如果喜歡甜點的人 一定要來這邊稍微吃一下 就是最順最順暢 大家想要吃到 然後又不要花太多時間 等的做法 是這樣子的 如果大家要去平等院的話 其實可以先去那邊好好逛一下 因為平等院其實大概差不多要花一個小時 才能夠認真的把裡面幾個地方把它看完 然後逛完之後呢再回到了這個 就是到那個這樣 車站的附近 因為其實這個中春藤雞粉店 它就是在車站的鞋座椅裡面就到了嘛 在這邊就可以先去抽號碼牌 它抽號碼牌 如果你順利的話 大概差不多半個小時可以等到 然後現在的話 因為疫情之後我就沒有去 我還沒有去過 但是我看蠻多人都說要等很久 甚至等一個小時都還蠻平常的 所以大家就是先抽號碼牌 然後先可以問一下這個店員說 大概還要再等多久 我們今天老闆試 來稍微做一下示範 如果要問店員說 大概要等多久的話要這麼講 你就可以問他說 どのぐらい待ちますか? どのぐらい待ちますか? 要等多久呢? 對 那如果他說 三十分ぐらい的話 那你就可以在那個附近稍微 對,他可以說號碼牌 他先說號碼牌 然後你就在附近的那個 就是還有商店街 那邊有很多蠻有特色的小店 那如果對方跟你說要等一個小時的話呢 那我決定就是大家可以再走到那個更前面 就是到那個橋的那邊 就是那邊有一個子布室 他的雕像的可以去那邊走走這樣子 那其實就是 也不要浪費時間一個小時在那邊等 就是在附近先逛完之後 然後呢,你再回來吃 那吃完有時間呢 可以再走到遠一點的地方 可以去看那個 雨智商神社 那其實他旁邊也有一個叫做 雨智神社 其實這兩個我們太會 就是一開始的時候 我可能會有點分不清 可是雨智神社其實它裡面很可愛 有很多兔子 然後呢,這個兔子聽說是當時的那個 就是這邊的神明啊 黃子 然後我不會念這個字耶 是兔到智郎子嗎 聽說他來這邊的時候 就是他就是被這個兔子救了一命之後 就是讓他幫他引導這個路線 他才知道 所以後來這個兔子就有感覺 跟那個稻河神社的那個狐狸一樣 他就是變成了這個神社的神明的使者 說到這個兔子啊 大家知道為什麼 就是你在看賞月 剛好現在好像快要中秋節了 對 你在賞月的時候會看到那個兔子 為什麼大家都會說那個 裡面是有兔子的嗎 是因為那個公主嗎 不是不是 他的呢 他的呢 他的日本人 這是一個日本很有名很有名的故事 就是呢 日本神話是這樣子說的 就是兔子呢 其實是一個萬惡不赦的物種 他就是做了非常多非常多非常多 壞事 這麼可愛 他做了非常多壞事 可是呢 因為他就想要 他就一直都沒有辦法成人 也沒有辦法上天堂 所以他就決定說 他想要變好了這樣子 那有一天呢 他就碰到一個老人 非常的餓 然後都沒有食物 快死掉了 把自己的肉給你 對 他就說 那我把我的肉給你 你把我烤來吃 然後他就跳到火坑裡面 然後就讓那個老人死 然後沒想到那個老人 剛好是天神 所以 所以呢 他就把那個兔子給吃了以後呢 但是因為他 他覺得他真的是太善良兔子了 所以就讓他住到月球裡面 過了幸福快樂日子 這是日本的故事 我覺得日本的故事都 我還有聽過一個非常可怕的 他就是現在那個晴天娃娃 大家不是做一個很可愛的晴天娃娃嗎 嗯 然後其實那個背後的故事也超級可怕的 他說那個晴天娃娃 你知道他其實是代表什麼意思嗎 是日本的和尚 然後呢 他說為什麼這樣子過來那邊呢 他說故事是因為以前啊 就是日本就是常常會有那個漢災嘛 然後漢災的話 其實大家就會請這個和尚來幫忙就是 就是禱告然後要祈禱 結果成就是有一個 有一個日本的和尚 然後就是大家會花錢請他來 然後結果後來他已經收了一筆錢 然後又都把這個就是整個法事做完之後沒有下雨 最後這個昆明很生氣 就把他的頭砍掉 包起來 掉在那個 就是掉在那個城門上面 結果一這樣做之後整個天空就很下雨 很可怕吧 所以這到底是 就是難怪晴天娃娃的歌非常的creepy 這邊到時候p一下 他的聲音就是 非常的creepy 這邊等一下到時候p一下他的名字 非常的可怕 好 那我們這樣子就是 如果有時間的話可以去 宇宙神社 宇宙神社我再去看宇宙象神社 大家知道宇宙象神社是整個日本 他是最老的神社嗎 他是最古老的喔 然後他的本店就是國寶 然後呢 因為他是在太老了 所以其實他到底是時候被建造完成 已經沒有補查到 只要他是在平安時代的時候被蓋完的 真的超級超級霹靂無力了 應該有超多1600名 那今天我們的 把福建道河大社還有東福社 然後如果還有時間再去看宇宙的這個行程 就推薦給大家 那希望大家在秋天的時候呢 都能夠很愉快地去玩 那如果有去看到很漂亮的地方 或是說有什麼心情 都歡迎這邊跟我們留言喔 那今天就到這裡囉 請大家幫我們訂閱分享 掰掰 掰掰